各地要解決中美山領過頭的問題 農委會也透過大牛村的計劃 來推動中產專做大牛的政策 今年三月份 君臨館正在農業生產合作下 就在郭北斷的君帝里 來製造在一共慶的台南五湖 紅金的黑頭 現過一百二十天 農民也慶祝採收 並且來製造黑頭的導臉和導火 要跟大家分享 農民主委副司長所不相對表示 台灣的導火有夠聲都是親口 所以黑頭的財政提供 也還有很大的空間 編民官推動農委會大牛村 計劃非常成功 農民邀請長官來賓露餐 來加黑頭的慶祝收生 告訴大家說 雜糧是如何的栽種 但是這一次是經過兩次的水災 沿水但是我們還是一樣可以說成 我們就是把這個體驗 讓銀線融外晶聯學會 還有合著社 還有銀線的青年朋友 緩鄉 你絕對可以找得到 農地來耕作 看到官來提供的黑頭很成功 農民主委副司長所不相表示 台灣的大島有夠聲進口 因此黑頭的財政提供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台灣自己的自給力幾乎相當低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糧食自給力很低 最主要就是因為雜糧錯誤 都是從國外進口 我們這幾年農林署 積極在推動 希望農民可以來種植雜糧 大學第八屆也即將要來開課了 也歡迎只要對農業有信心 而且有幸福的農友朋友 可以來報名來參加 立委所在我們表時 我們臨大牛村有很大的發展 除了人材的費用 其他的部分也會特效來推動 因為我們的農民大學 先費用很多農業的人材 再來就是車來當時 偷放一個土地出來 因為這個土地可以集中還有大地 可以來種一些藏民 對於糧食的自主力 希望對於有些要做島嶼 這個産業的時候 可以在在地上 可以買我們的島嶼 所以這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政府也會用很多補助 未來當然是希望民主可以更大 十一公圈的黑島發育受傷 立委所在我們表時 這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希望財政民主可以更大到200公圈 另外農水路建設的補強 希望可以讓農民更加有信心 記者歡迎王昆昆插鵬報道 我们下期再见